大家好,我叫杰夫 我准备明天去做肠胃镜 其实做肠胃镜的话一直是比较想去做的 但一直就是没有提起这种勇气 人的消化道的癌症是比较多的 30多岁的这种男生呢 应该去做一次胃肠腺去检查一下 因为癌症这个东西你初期去检查的话 给你切除了就行 中大众在这种筛查方面都积极一点的话 癌症的支持率会大大的降低 就是我国每年的胃肠到肿瘤 新发病例是约40万例 患者出现明显症状之后再去做检查或者手术 5年的生存率是不到30% 然后我国约9成的胃癌患者发现时 已经是晚期了 无痛的肠胃镜是必须 因为它要打麻药 所以必须是要有家属培动的 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自己去做有痛的 然后顺便也去体验一下痛感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这呢是我的药 左手边的第二栏按照这种方式去吃 今天晚上要吃的是这个 现在把它混一下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喝歇药了 还是挺好喝的 挺甜的 有一种柠檬的味道在里面 两分钟不到 我现在就已经有点想上厕所的感觉了 我现在是在厕所里 但是没有拉锡的感觉还是比较正常的 喝药之后第一次上厕所 但是我感觉拉了不是很多 而且我还有一种偏秘的感觉 我们继续灌药继续喝药 决定去做的时候 我也是有点担心是准备走无痛的 所以就往上在豆瓣上翻了个帖子 就是问有没有那种有空的人 可以说互相去 各自去做这种无痛的这种肠胃镜 看到好多回贴就说 说这种做无痛的味肠镜 找不到人好惨啊 真正该求助的时候 我还是会去求助的 但这种肠胃镜的话 我想了想自己也可以去体验一下 我并不是那种很害怕痛的人 而且我一旦就是说 我去了医院预约的这个事情 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反而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可怕了 不用了半个小时了 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肚皮很脏 终于第二次有了想去上厕所冲动 但是跟我预想冲动不一样 我以为是那种控制不住的狂蟹 但感觉还怎么还有一点变密呢 我有点担心我赶不上进度了 40分钟左右吧 喝完我只上了两趟厕所 还不完医生肯定不会给你做嘛 我还辛辛苦苦请了一天降了 这东西刚开始喝起来还觉得挺新鲜的 但现在喝到现在 喝的感觉有点酸酸的刺嘴的感觉 喝的药我一直在勾气 而且的话肚子会比较脏 这是第三次上厕所 还是没有就排便的冲动 这是第四次想要上厕所 这个药还是要给他一些时间的 哇 这次感觉是真正的一切清理 感觉药效才真正的开始 刚刚擦完屁股 准备要穿裤子的时候 立马感觉又来了 立马又拖然后又拉 那这就是第五次了 哦 不行 不行 第六次想上厕所 感觉不是在拉洗 感觉是在小便 我还没有饿到空腹 就是腹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看来这一次是会经历到 这是第八次来上洗手间 刚刚是出去 还没坐下 然后就要想上厕所了 拉那么多 感觉竟然还可以拉 啊 这是第九次来洗手间 啊 再拉第十一次 现在都十一点钟了 早上四点多 四点五十多 啊 早上的第一次 刚刚过去一趟下 然后立马又要上厕所 这是第二天的第二次 嗯 这还没有吃药呢 就是早上八到九点还要吃一次药 早上第三次 然后现在是五点二十五 哎 烦困了 大家好 现在是八点十八分 第二天喝这个血药了 因为一直没喝水 现在喝这个药还是挺不错的感觉 还可以补充水分 决定做卫床剑的时候 比较有犹豫 但我一旦去医院预约了 我把这个费用交了之后 这种去做卫床剑的心就会很坚定很多了 现在喝了大概半个小时还不到 然后就有上厕所的冲动了 这是第五次上厕所 完全是清水状了 待会要吃呢就是这个 用这个来消除肠胃里的这个泡泡的 早上第六次上厕所 早上喝这个药的话 完全没有胀的感觉 完全就是清水了 哇 早上这个药效来得好快啊 第八次上厕所 初期还没有一两分钟 然后就想上厕所 第九次上厕所了这是 第十次上厕所 早上第十一次上厕所 肚子里除了水 应该都没有其他东西 因为我之前也经常看那个毒极荒野 很多人就是会空腹熬好几天熬好几天的 不太好受 最主要的话 你没有想去冻的欲望 就想坐着然后躺着 不想有其他的活动 现在12点钟了 我准备出发去医院做胃肠镜了 拿个药出发了 出发去做胃肠镜 刚刚下公交车 然后现在往医院的路上去了 到了363医院里面 出了很大的太阳 现在已经到胃肠镜的这个外面了 差不多12点56 但是他们还没有上班 应该要打腰肠镜 接过腰肠镜 现在进来了 现在是在打一个吊水 医生跟我说说 做这个肠镜会很痛很痛 然后没有僵属 也可以做这个无痛的 浇了400多 做无动肠胃镜 现在是喝这个 这个有点难喝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晕好的 现在是醒了 现在是醒了 但人头还是有点麻 感觉就像睡了一觉 收了麻醉剂 然后就好像不记得了 待会去问一下什么时候取方法 包括我这个胃肠镜的情况 现在也是不知道 我感觉如果是只做胃镜的话 应该不用麻 但是做肠镜 医生说是太痛苦了 所以麻了 其他人都是家属 扶一扶出来 但我或是扶出来 但感觉也没什么差别 你感觉已经没问题 就不晕头转向了 但实际上起来走走 还是有眼摇摇晃晃的 我估计我要歇息一会儿 他这边要等报告 但是报告要等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才能取 他说要一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喝水 我待会还是要去找点吃的地方 吃点东西 虽然说现在肚子也不饿 但肚子里啥东西都没有 还是要吃一点 这次总体的检查 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也没有细肉 证明情况还是非常好 开始以为没有家属的话 必须是做普通的 但实际上医生说 可以做无痛的 他说做肠镜会比较痛 然后我还是选择了做无痛的 然后给了400多块钱的麻醉费 所以总体来说是加800多之前付的 那应该接近是1200 1300左右 然后检查完了 出了报告 发现情况都非常非常良好 非常庆幸 胃肠连细肉都没有 做完胃肠镜 唯一觉得不舒服的就是肚子 肚子是感觉它冲了很多很多的气 因为我上厕所的时候 拉不出任何东西 但是拉出来的是气体